2009年开始营运风光成为全台首座公共脚踏车 但11年来投入6亿元建制跟营运 这些年来的总营收只有6309万元严重入股付出 十几年下来的话当然我们的一个投入成本 是会比我们来的收入来的多蛮多的 历经11年岁月蓝色外观成了高雄人记忆 未来改由民间企业接手 今年7月全数换为橘黄色的U-Bike 市民忽舍费率也担忧不再优惠 生怕前30分钟免费通通得多加5块钱 变贵然后我就不太想打 那我就不会租了 30分钟不用钱吗 这是高雄市的福利吗 优惠紧缩首要冲击到的 就是好不容易培养起来的借用人次 一年平均450万人行程 会不会影响租借意愿因此 未减都还有待正式上路后持续观察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